男孩每天都要抓44只兔子 可他却从来不吃 而是全部孝敬给他的豹子妈妈 但妈妈只挖出兔子的内核 然后便把剩下的躯体随意丢弃 原来这是一片被诅咒的森林 里面生活的所有动物都是魔物 只要吃下其他魔物的内核 自身的力量精气就能得到显著的提升 可妈妈却从来不允许男孩触碰内核 更不允许他吃 因为男孩就是一个普通的人类 如果吃下内核就会变成魔物 永远无法离开森林 可是每当这个时候 男孩情绪就会很低落 因为凭自己的能力 就算不化魔也没有能力冲破节节 回到外面的世界 这天他终于说出了心理的想法 却遭到妈妈斩钉截铁的否定 因为他20年前在这片林子里 见过一个强大到变态的人类 之所以说他是变态 是因为在这片魔神留下的森林中 除了魔物 其他生物是无法生存下来的 而那个人类不仅活了下来 还能将强大的双头蛇 那是辛辛苦苦建立的营地搞得乌烟瘴气 男孩听到妈妈这样说 立刻想要出发去找这个同类 可妈妈却告诉他 这个人类可能已经死亡 毕竟推算起来 他已经快90岁了 可男孩却很坚持 和大部分母子一样 母亲爱拉家虽然生气他的离开 嘴上也骂骂咧咧地说 男孩忘恩负义 却还是告诉他那人的地址 看着男孩离开的背影 甚至说出以后 他死在路上自己也不会管 可男孩却很向往见到同类 毕竟自己从出生就被扔在这里 十年来从没有见过其他人类 很快他就用比泰山还快的速度 来到了爱拉家口中的位置 这里果然有一座木屋 男孩翻过栅栏 打量着周围的一切 却被一只大手按在了地上 随着一道能震破天际的声音响起 男孩感觉自己快喘不上去 他赶紧解释自己是爱拉家的爱 是妈妈告诉自己 这里住着一个人类 听到爱拉家的名字 男人果然松开了手 并表示自己曾经欠爱拉家一个人类 男孩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助 可以直接说 如果单纯只是想见一件同类 现在就可以回去了 男孩看着眼前90岁的壮小伙 心里生出一个信念 这男人一定有办法 让自己离开这片森林 于是不顾脸上的伤 说出自己的心愿 可男人听完只是呵呵一笑 说他简直太天真了 先不说他的能力 能不能冲破结界 外面的世界 也没他想象的那么美好 到处都是残暴狡猾的人类 还不如结界中 这般单纯美好 在仔细地看了他男孩后 他判断出 男孩身体里有黑暗之中 因为只有这样的孩子 才会被扔在森林里 而大部分孩子 都会被魔物吃掉 或则因为魔器 深深的结界里顺利长大 男人还告诉他 如果离开森林 外面的人会把他 当作靶子一样追杀 可是这些劝诫 依旧没能动摇 男孩要出去的决心 见男孩如此坚持 男人一把提起他 准备给他上一课 本以为自己会被 这个强大的男人收拾 却不想对方 只是想教自己 怎么做一个真正的人 还要教他变强的办法 第一件事就是 教男孩穿上衣服 不再像兽人一样 在森林里狂奔 第二件事就是 带他去找人类 可以吃的食物 因为这里所有的生物 都被魔器侵蚀 吃食物之前 一定要把魔化的内核取出来 然后再用 唯一纯净的河水清洗干净 男人操作完后 递了一根萝卜给男孩 男孩吭吃吭吃一顿 一边啃一边 觉得自己真是苦逼 以前做兽人吃草 现在做人还是吃草 但是男人却没打算放过他 下一步就是 对他进行魔鬼训练 每天需要提着水桶 在森林里奔跑99圈 用男孩的认知理解就是 这学习做人 简直和变强 赫尔木特却不以为然 还表示自己不属于这 以后终究是会离开的 这句话让爱拉加 陷入了深深的失落中 自己从小呵护的孩子 现在是该放手了 此后的日子 赫尔木特在男人的训练下 变得越发强壮 心智和毅力也愈发坚硬 还吃上了真正意义上 人类的食物 可是这只是他训练的 第一个阶段 在他身体强壮后 男人达里恩决定 对他进行下一步的训练 只见他翻箱倒柜 找出一把木鬼 咔咔咔一顿挥舞 一道黄眼的金光 从手里散发出来 然后就是砰的一声巨响 院子里大象一样大的石头 瞬间炸开 看着飞散的石块 赫尔木特也被惊呆在原地 他惊叹达里恩 没有锋利的爪子和牙齿 也能有这么强悍的战斗力 当即表示要抱大脑 可是赫尔木特却不惯着他 一根手指就把他弹飞 让赫尔木特认识到 自己到底有多弱 在训练的过程中 也是以身是法地告诉他 怎么样的肌肉结构 才能练就最完美的剑术 随着赫尔木特被打的次数越来越多 他对剑术的掌控也越来越熟练 也渐渐明白剑药和精神合二为一 就这样赫尔木特日处一日地练习着 直到这天一个人跑到河边休息 见到了久违的母亲艾拉加 母亲先是感叹儿子壮士了不少 紧接着又露出本性 调侃儿子只是从弱鸡变成成年鸡的褪链 还没有能达到战斗力暴绕的角度 赫尔木特直接回怼说 艾达拉肯定打不过达里恩 这句话让艾达拉怒气质拉满 好不容易平静下来 他才慢慢地和赫尔木特解释 原来这森林里存在三股比较强的势力 一是达里恩二是自己 还有第三股是有两个头的巨型毒蛇那时 如果自己和达里恩打起来 这条阴险的毒蛇一定会趁机而入 把他们统统消灭 而那时所盘踞的地方 是这个森林最恐怖恶心的存在 达里恩就是因为破坏了一次他的领地 那时才一直怀恨在心 赫尔木特听闻母亲这样说 当即表示自己对那时的领地很感兴趣 艾达加也是惯着他 直接带他飞过树梢向那时的营地出发 很快就来到了营地的上方 艾达加耐心解释 这里叫人类农场 之所以叫这个名字 是因为这里面的人类都是被抛弃的孩子 他们会把孩子带回来 然后养大后让那时吃掉 而赫尔木特的思路总是跑偏 因为他看见了和他长得不一样的人类 艾达加说那些是雌性人类 只是和赫尔木特性别不一样而已 而且这些雌性人类更惨 因为那时最喜欢的就是这些细皮嫩肉的女孩 那些男人只能在农场里干活到死 听到这里赫尔木特惊出一身冷汗 如果自己没被艾达加捡回来 现在在农场里干活的应该也有自己 赫尔木特深深地看了一眼艾达加 正当他还想问什么事 艾达加拉着他准备离开 却不想一股魔气从背后起来 原来是那时 艾达加立刻把赫尔木特护在身后摆出防御姿势 而那时却把目光放在了赫尔木特身上 还调侃着小男孩的肉应该更好吃 并扬言自己想尝一口 却被艾达加霸气回嘴 这是我儿子你想都别想 但突然那时把舌头伸向赫尔木特头顶 眼神里满是震惊质问 你和达里恩什么关系 为什么你身上有他的味道 此刻的赫尔木特早就被吓傻 还好艾达拉逼退那时 解释赫尔木特只是偷穿了达里恩的衣服 显然那时并不相信 还是执意想吃掉赫尔木特 他的这句话彻底激怒了艾达加 艾达加此刻化身成了一只护独自的母帽 将尖牙和利爪全部露出来 还好那时还是忌惮艾达加的 嘴硬说自己不喜欢领地有毛 让他们赶紧离开 结果那时刚一转身 赫尔木特就没出息地被吓晕了过去 还好小孩子恢复能力强 一会就苏醒跟着艾达加离开 两人在回来的路上 罕见的没有争吵 而是平静地分析现在的局势 艾达加此刻也更像一个母亲 叮嘱赫尔木特一定要好好待在达里恩身边 因为他现在的能力实在太弱了 说话间艾达加就嗅到了达里恩的气息 不想见他的艾达加隐身到了森林里 而达里恩也清楚 赫尔木特是和艾达拉出去转 只淡淡说了一句让他回去 就扛着一捆草向家的方向走去 可以回家 赫尔木特就被白天的事情吓得辗转反侧 再加上睡前 达里恩强迫自己吃的毒草 现在肚子里就像有个人用长子制毛衣一样疼 但挺过来的赫尔木特 却像变了一个人 不仅体格愈发强壮 连练气精神力也上升了十个等级 凭着一把木剑 门口一百年的老树都快被他批断了 而见时机差不多 达里恩也决定带赫尔木特进入下一阶段的训练 凝聚胜利 所谓胜利就是用身体将空气中的灵气 吸收近身体 再通过手臂汇聚在武器上 将对手一击毙命 但是运用胜利时必须心无杂念 固然很可能会被反噬 导致身体爆炸 修行的第一步就是掌控自己的呼吸 达里恩一边说着一边已经开始了进攻 还是小菜鸟的赫尔木特很快就被扰乱了气息 引得达里恩一阵嘲笑 同时也提醒他应该怎么控制自己的呼吸和气息 终于在主角光环的加持下 赫尔木特发出了第一道圣光之剑 可是达里恩却没想过这样放过他 不管风雪雷电 天天换着花样锤炼赫尔木特 终于在四年后 赫尔木特已经能一剑批倒一百年的大树 看见这一幕的达里恩也十分欣慰 表示赫尔木特可以出师了 并且想要离开这里 必须尽快 因为赫尔木特身上的黑暗之种在生长下去 结界就会把他判定为魔物 现在他必须去结界最薄弱的南方 可是具体最薄弱的地方在哪里 达里恩却表示自己并不知道 唯一知道缺口的人 是那时人类农场的管理者耶鲁谷 而说完这些达里恩心理却很沉重 因为赫尔木特身上有着黑暗之种 现在又有着如此强悍的能力 以后究竟是正式血 不是自己能掌控的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告诉赫尔木特 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一定要坚守自己的本心 当晚是14年来赫尔木特最难过迷茫的一天 因为自己明天要离开这里 离开达里恩和艾拉加 这辈子可能再也无法见到 自己这两个不是亲人圣死亲人的伙伴 而艾拉加也及时出现在他身边 宽慰他人生总会走很长很远的路 第二天艾拉加陪着赫尔木特去拜别达里恩 却发现达里恩盘坐在屋内 赫尔木特尝试着叫他 却发现达里恩已经闭眼没了气息 此刻他终于明白 昨天达里恩说自己也该离开是什么意思 调整好心情 赫尔木特拿上达里恩准备的包袱 然后就向着那时的领地出发 当他回头看向艾拉加时 却发现他正眼含热泪地看着自己 但他咬了咬牙 有些事终究还是要独自面对 赫尔木特摸黑前进那时的人类农场 每到冬天那时这条蛇就要冬眠 这段时间就是农场里最混乱的时候 耶鲁古此刻处理完农场的事 完全没有感受到赫尔木特的靠近 直到一把剑抵住他的脖子 他才感知到房间里还有另一个人的存在 等耶鲁古看清眼前之人是个小孩后 他就放松下来 他认为凭能力自己不会败给小孩子 并且自己还具有唤醒那时的能力 还跟赫尔木特问达里恩的情况 见赫尔木特不说话 他便已经猜测到达里恩已经去世 于是更加肆无忌惮地嘲讽 却不想赫尔木特早就不是四年前那个会腿软的小孩 直接说出自己的目的 并将剑抵进耶鲁古的脖子 直到看见脖子上渗出血 耶鲁古才明白这小孩是个狠角色 连自己这个修习黑魔法的魔法师都不一定打得过 可耶鲁古还在做最后的挣扎 扬言自己是唯一知道离开森林方法的人 如果杀了自己一辈子也别想出去 但是显然赫尔木特是做过功课的 就在他将魔法师喜欢记录的习惯说出来的那一刻 耶鲁古瞬间像泄气的皮球一样扁了下去 只得信信地带着赫尔木特走向地下室 但是耶鲁古却提醒赫尔木特 自己知道方法 但是这么多年却没人成功过 让他自求多福 随后拿出一本字典一样厚的书 书里记载着结界最薄弱的地方 是南边的一个瀑布 瀑布可以冲刷掉一些魔器 但是同样也能冲刷掉圣灵 一旦结界感知到一丝魔力 就会把闯关的人撕成碎片 赫尔木特听完心里微微一震 自己虽然可以用胜利包裹住体内的黑暗种子 但是万一泄露出一丝 自己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但是自己多年渴望的自由 让他仍旧选择了前进 但是出发前 耶鲁古这个恶心的家伙必须处理掉 虽然不杀他 但是绑起来饿他三天还是可以的 赫尔木特不想一时的善心 却给自己带来巨大的麻烦 他还没离开农场 耶鲁古就发动黑暗魔法 将沉睡中的内饰唤醒 并把达里恩以死和刚刚发生的事情 通通说了一言 早就恨达里恩到骨子里的内饰 听闻这小子是达里恩的弟子 当然不会放过他 破开围墙就向赫尔木特追去 此时狂奔的赫尔木特也感到危险的靠近 因为身边越来越多小型魔物 从他身边跑过 却丝毫不在意他 一个劲地向前面逃命 这种情况只能说明 后面来了一个大家伙 果然一股强烈的压迫感从背后传来 赫尔木特太熟悉了 四年前就是这股力量 把自己吓晕 要不是埃拉加救自己 这回已经不知道在内饰身体里消化多少次了 但是显然内饰的速度和魔器太大 想逃是逃不过了 唯一能做的就是背水一战 赫尔木特摆出战斗姿势 而内饰也已经到了离他不足一米的地方 显然内饰没有把这小家伙放在眼里 让他乖乖做自己的晚餐 但赫尔木特这么多年的训练也不是吃素的 他挺直腰板表示不放自己走 就只有杀了内饰再离开 内饰被这狂妄的口气彻底激怒 直接发起了攻击 却不想他的攻击却被赫尔木特完美躲开 此刻的赫尔木特也第一次见识到魔物攻击的厉害 但是达里恩教过他 一定要冷静 即使在强大的对手也会有弱点 深吸一口气 赫尔木特找到了内饰的弱点 拔剑 运气 跳跃 进攻一气呵成 伴随着一声惨叫 内饰其中一个头上的眼睛被刺下 而赫尔木特也趁着这个时机逃跑 却不想身后发生了诡异的阴影 内饰竟把自己另一个脑袋吃掉 还说对方是没用的玩意 而自己从双头蛇变成了毒头蛇 付出这么惨重的代价 内饰又怎会轻易地放过赫尔木特了 双头蛇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加邪恶 竟吞掉自己另一颗脑袋 吃完后还意犹未尽地舔着嘴巴 原来就在刚刚 这个号称黑暗森林最强悍的魔物那时 被一个小屁孩赫尔木特刺下了一只眼睛 现在极度狂躁的他只想把赫尔木特撕损 可用灌四只眼睛看世界的内饰 此时一颗头让他视力严重受罪 在森林里穿梭了两分半 还没能锁定目标 而此刻的赫尔木特也因刚刚使出致命一击 无力地靠在树上揣着粗气 要知道自己现在的能力 根本没办法和那时正面硬刚 但是还没等他想到应对的方法 那时就已经找到了他 虽然面对的是这么强大的对手 也明白自己可能会死在对方手下 但赫尔木特还是没有放弃 拔剑准备迎接这最后的一战 弹剑还没挥出 另一股熟悉的魔器就出现在他身边 原来是把自己养大的母亲艾拉加 艾拉加知道动摇不了赫尔木特离开的决心 于是一直在背后默默地守护他 看着这边冲天的魔器 他意识到赫尔木特有危险 面对同样是强大魔物的艾拉加 那时多少有点忌惮 毕竟自己可是在他手上吃过亏的 艾拉加催促着赫尔木特离开 表示以前那时两个脑袋的时候都不是自己对手 现在只剩一颗头了 更不用担心 可是这时候的赫尔木特却像一根筋 说自己要和艾拉加同生共死 看着眼前有大病的儿子 艾拉加忍不住暴魔 称如果他再不去那个地方 后半辈子真的要永远和自己在一起了 果然激将法才是最管用的 在艾拉加的一声怒吼中 赫尔木特提着剑继续前行 而艾拉加则和那时展开了一场 前所未有的激烈战斗 一路上赫尔木特遇到了很多其他魔物 但是他的能力完全可以将他们枕杀 终于在狂奔两天半后 抵达了结界边缘的铺 正当他准备为自由一战时 天上突然飘下了羽毛雨 赫尔木特再次被强大的魔器击倒 原来这里是另一个魔物 伊格瑞尔的领域 看到闯进来的人类小孩 他第一时间就是想着怎么把它吃掉 但随后又在赫尔木特身上 闻到了艾拉加和那时的味道 这让伊格瑞尔十分惊奇 因为他们各自是一方领土的首领 基本都是井水不犯河水 而眼前的孩子身上竟然有两个人的气息 这突然就勾起了伊格瑞尔的好奇心 赶紧询问赫尔木特到底是谁的人 赫尔木特也不藏着 直接告诉他艾拉加是自己母亲 这下伊格瑞尔更觉得不可思议 魔物竟然收养了一个人类小孩 而且还教他这么多金额 简直违背了魔物的本性 但是伊格瑞尔并没有准备 看在艾拉加的面子上放过他 反而让他做好受死的准备 面对又一个像那时一样强大的魔物 赫尔木特不断搜索脑子里 以前艾拉加说过的话 没错就是这个 伊格瑞尔是一个好奇心极重的魔物 如果让他见识前所未有的事情 那么他一定会放过自己 赫尔木特当即决定 把自己要离开森林的事情 告诉伊格瑞尔 但伊格瑞尔听完后 却发出了轻蔑的笑声 因为他也看出来 赫尔木特身上藏着黑暗之中 如果强行穿过结界 只会被结界吞噬的渣都不少 还表示反正都要死 不如死在自己肚子里 这样也算是废无利用了 可赫尔木特却坚定地说 掉进黑暗森林的人类很多 但是能穿过结界的只有我一个 错过这次 你这辈子都无法见证这样的时刻 看着坚定的赫尔木特 伊格瑞尔强大的好奇心被勾起来 或许这个孩子 真的是唯一能成功离开结界的人了 而赫尔木特直接飞身冲进了瀑布 随着胜利将自己包裹 赫尔木特用力将自己的力量汇聚在手上 在瀑布和结界强大的阻力下 撕开一道口 可是结界是为保护人类设置 具有强大的进化能力 只要感受到一丝负能量 进化就会自动开启 虽然赫尔木特有胜利加持 但是进化的力量 还是从四面八方涌来 并且像真一样刺穿自己的身体 在这一刻 赫尔木特自己都迷茫了 在魔物世界里他们叫自己人类 但是自己想回到人类世界 又被当作是魔物 到底哪里才是自己的归宿 随着意识逐渐的魔物 赫尔木特已经不能再去想这些问题 而是陷入了无穷无尽的黑暗 当他再次醒来 他已经被一群人类救下来 为了隐瞒自己的身份 赫尔木特谎称自己失忆 只记得自己的名字和会建树这样件事 他的话让就自己的人欣喜若狂 因为他们是一伙雇佣兵 最需要的就是武力之高的人 就这样赫尔木特跟着塔尼亚的雇佣兵团 开始了在人类世界的旅程 但是赫尔木特奇怪的气场 让雇佣团的人都忍不住的好奇 但是大家都还是很包容他 毕竟失忆的人有些怪癖也是可能的 甚至还担心他的身体 带他去镇上看了医生 然后带他回了雇佣兵的营地 但是塔尼亚十分好奇 赫尔木特的剑术到底是什么水准 于是第一时间就拉着他来到试炼场 大家都觉得赫尔木特是疯了 毕竟塔尼亚可是雇佣兵团的佼佼者 他三分钟就可以放倒四个大男人 虽然赫尔木特的实力不弱 但是刚刚从黑暗森林出来 身上的胜利还没有恢复 以至于他对上塔尼亚动作有些吃火了 并且明明自己已经看出塔尼亚的破绽 身体却不受控制 没法精准打击 就这样赫尔木特被塔尼亚一分钟击败 但是比起失败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 赫尔木特觉得自己的身体发生了变化 可是接下来一个高大的男人出现 直言赫尔木特通过了考验 以后就是雇佣军的一员了 原来刚刚的试炼不过是方便大家看看他的实力而已 虽然自己输给塔尼亚 但是实力还是比一般的普通人要强很多 但是赫尔木特却陷入了纠结 因为在黑暗森林的时候 师傅达里恩告诉过自己 人类多数都是阴险狡诈的 这么无缘无故帮助自己 会不会背后有什么陷阱 于是他开口询问 如果自己有一天恢复记忆想离开 会不会付出什么代价 可团长却让他放心 想要离开随时都可以 只要他手上的任务完成了就行 这也让赫尔木特放下心来 决定在拥兵团先待着适应一下人类社会 顺便探寻一下自己的身世 因为在离开前 艾拉家给了自己一块刻有名字的调态 说是自己被扔在森林的时候随身携带的 上面的名字很可能是自己母亲的 那究竟自己的父母是什么人了 第二天一早 赫尔木特就跟随雇佣军团去完成护送任务 可是在路上的赫尔木特却感觉心不在焉 因为昨天输给塔尼亚 让他十分不服气 虽然晚上他也去试炼场尝试过恢复胜利 但是不论怎么尝试 都无法汇聚 他一路上都在找怎么才能恢复实力的方法 可是在半路的时候 另一对负责断后的雇佣兵却发起了挑衅 还嘲笑赫尔木特是个女孩 但是赫尔木特却不想搭理他 可这群不友善的雇佣兵并不打算放过他 趁着刺激雇佣兵来河边打水 他们尾随而来 一脚将小男孩踩在脚下 让他赶紧将赫尔木特喊过来 却不想赫尔木特早就在附近 看到同伴受欺负 他面无表情地走不出来 但对方却不是要简单地寻衅姿势 而是他们看出了赫尔木特的身份 他们只是想确认魔物到底有多强大的战斗力 三个人将赫尔木特团团团为主 准备大干一场 可赫尔木特的实力没有完全恢复 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打王三个人 但是长久训练的心理素质 让他决定采用逐个击破的方法 趁胖子不注意 直接一拳放倒 正准备进攻另外两人时 塔尼亚的声音传来 几人也停止了打斗 因为对方三个男人加起来 也不是塔尼亚的对手 他们只能跟塔尼亚陪笑脸 说是男人之间开开玩笑 但是这无疑让没有泄火的几人 把目标对准赫尔木特 蓝孩每晚挥刀九千次 仅半个月就长出了16块腹肌 但这还没恢复到 他实力最强悍的时期 因为作为怀有黑暗之种的人 在从被诅咒的森林出来时 他的身体被净化魔器的结界所损害 以至于现在他连最低级的 四级雇佣兵都打不过 而他跟随的雇佣兵团 这次的任务 却是要穿过魔物生活的黑暗之地 因此他一定要想办法 尽快恢复实力才行 不然遇到像双头蛇内石一样 强大的魔物 根本没有自保的能力 可是很不幸运 刚刚进入黑暗之地 这对雇佣兵就撞见了 出来密实的魔物 这魔物长着狮子的头和星星的水 要多恶心有多恶心 而且一看见人类 就直接捏爆往嘴里散 而想要反抗的其他人 也被他一找撕损 但是刀口舔血的雇佣兵并没有害怕 因为击杀魔物就是他们的日常任务 可是还没等他们有所行动 魔物就发出了节节节的呼唤声 原来这家伙是在召唤同伴 很快雇佣兵们就被魔兽包围 而本应作为强者出战的赫尔木特 却被同伴拉着躲进马车底下 因为现在他的身份是四级雇佣兵 根本没资格上战场 而赫尔木特心里也明白 此刻自己的胜利没有恢复 就算出去也不一定能帮上什么忙 于是静静地看着眼前的战广 还好雇佣团里二级以上的雇佣 都有着使用胜利的能力 而那些不太强的魔物 三级雇佣兵也可以应付 看着眼前雇佣兵们 有条不紊的配合战斗 赫尔木特似乎明白了 为什么人类不像魔物一样独居 因为他们需要配合 才能发挥出更大的力量 自己以后是不是也要寻求这样的团体 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呢 正在他失神之际 雇佣兵们已经解决了大部分魔物 只剩下一个强悍的头头还没解决 正在他们决定使出最后一击时 魔物竟像屁股着火一般迅速逃离 雇佣兵也没打算再追过去 毕竟自己这次的付费任务是护送货物 而不是追杀魔物 看着满地的魔物尸体 团长让大家赶紧收拾战场 把魔物的皮和体内的黑暗之种收集起来 因为在黑市这些都是价值不菲的宝物 尤其是黑暗之种 一颗就能拍出上万的价格 而团长对黑暗之种的解释 也和赫尔木特之前听过的差不多 只要放进体内就会被魔化 那些出生体内就拥有黑暗之种的人 都会被立刻处死 因为随着他们长大 黑暗之种会控制他们的思想 然后成为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 但是团长却让赫尔木特不要担心 毕竟这些婴儿都不可能长大的 可是赫尔木特却清楚 自己就是那些婴儿中的一个 而且自己还长大了 难道自己以后会变成一个魔物 会被人类无休止地追杀吗 赫尔木特陷入了深思 但大家却没关注他的表情 反而催着他和同样是四级雇佣兵的菲恩处理魔物 但当菲恩拿出小刀准备解剖魔物时 竟还有一只没有死头 他一把掐住菲恩的脖子 想要在死前拉一个垫背的 还好赫尔木特眼疾手快 拔剑一刀结果了魔物 而此次的斩杀也让赫尔木特 感觉自己的胜利似乎有所恢复 同样注意到赫尔木特有胜利的 还有一旁的塔尼亚 但是塔尼亚却不敢相信 以至于觉得是自己看错了 毕竟前两天和自己试炼时 这小子还是个菜鸡 处理完这些已经是晚上了 赫尔木特为了验证自己是否恢复胜利 偷偷在树林里运气 发现自己的胜利果然恢复了九朝 还需要一天差不多就能完全恢复 随着胜利的恢复 赫尔木特的感知力也提升了几个档次 他清晰地感知到白天逃跑的魔物依旧在附近 他一点也不敢掉以轻心 想着抓紧时间找地方恢复一下 却不想白天被自己收拾的 塔里克拥兵团成员盯上了自己 还准备搞偷袭 而此时赫尔木特已经恢复了胜利 自然不会把这个喽啰放在眼里 并且这人白天的行为让赫尔木特十分反感 可是这小子似乎没有看出赫尔木特的不同 直接一记飞拳向赫尔木特打去 却不想被赫尔木特一只手接住 轻轻一用力就被甩了五迷远 可是男人一点也不认输 直言要宰了赫尔木特 随着双方身影的交点 男人还未出手 赫尔木特一个拔剑 男人的双腿就被砍断指剩金连着 此刻男人也看清赫尔木特的实力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赶紧逃 逃回营地或许还能活命 可是看着眼前如动的男人 赫尔木特却有些异常的兴奋 脑子里突然窜出另一个声音 杀了他杀了他 此刻的赫尔木特感觉 自己正在被黑暗制肿侵蚀 自己马上就要变成一个没有人性的魔物 还好在最后关头 他用意志力把魔器逼了回去 他反复告诫自己 自己是人不是魔物 恢复清醒的这一回 刚刚那男人已经爬行到很远的地方 可是这小伙却不那么幸运 因为他还没爬回营地 就被埋伏在周边的魔物盯上 等赫尔木特感到时 那人已经变成了魔物的宵夜 但魔物看见赫尔木特时 却露出忌惮的神色 因为他身上发着的圣光 足以杀死魔物 但是还没等赫尔木特出手 魔物就有脚底抹油逃跑了 当赫尔木特还在感慨魔物 比人更会审视夺事时 雇佣兵团其他人也听见声音赶过来 这可把赫尔木特整慌了 自己怎么解释遇到魔物 还能全身而退呢 肯定不能让他们知道 自己有胜利这件事 最后他决定说一半 他直言自己被那个男人尾随 可不想那人遇到了魔物的偷袭 自己才幸免遇难 两个兵团为此事发生了争论 尤其是塔尼亚 他认为对方就是在故意挑适 如果不好好整顿自己的内部人员 以后就不客气了 而对方也自认理亏 表示人都已经死了 以后不会出现类似的事件 这件事才告一段落 却不想回到营地 刚刚还维护赫尔木特的塔尼亚 对着她的头就是一拳 指责她大半夜不应该一个人出去闲逛 如果要出去也要通知自己一起 这样至少自己能保护她 骂完赫尔木特后 塔尼亚又像姐姐一样揉着赫尔木特的头 这一刻赫尔木特感觉回到了 黑暗森林和师父在一起的日子 她才体会到 这是人类独有的情感 是被他人关心的感觉 心里不由的轻轻一缠 第二天一早 团长就命令所有人赶紧离开这里 因为他们一天内已经失去了三位同伴 再这么纠缠下去 只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 但还没等他们离开 另一批新的魔物又从天而降 赫尔木特和菲恩仍旧被安排在马车里 但是赫尔木特并没有闲着 而是用胜利感知这群魔物的头头在什么地方 他感受到大魔物在队伍的最后方 但是他却没有再次进攻 而是每次派出小批的炮灰送死 那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赫尔木特有些疑惑 但是很快他就得到了答案 因为雇佣兵团的人在战斗中 多多少少都受伤了 而魔物们还连续的在进攻 他们的战术就是耗尽雇佣兵的力量 最后在一网打尽 而团长和塔尼亚似乎也意识到这一点 但是却想不出解决的办法 毕竟自己的人员就这么多 而负责断后的塔利克雇佣兵和他们冲突巨大 是肯定不会帮助自己的 并且那个雇佣兵以凶狠的毒辣充务 说不定现在正在想什么阴招对付自己 事实上塔尼亚的猜测并不错 此刻负责断后的雇佣兵团长 正在金主爸爸的马车里 他建议让塔尼亚他们引开魔物 而自己和他则带着货物离开 听到这个建议金主爸爸直言他不讲武 却不想团长直接回怼 那些良心心意都是身外武 现在别说能不能把货送到目的里 连金主爸爸您会不会死在这里都不一定 果然金主爸爸被他说动了 决定实施这个卑鄙的计划 第二天刚一上路 护送队的马车就飞速前进 直接把塔尼亚一行人扔在了后面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那一对人马已经跑没影了 而此刻魔物们新一轮的进攻又向他们袭来 面对扑天盖地的魔物 雇佣兵的老弱病残险的有些吃力了 看着眼前一个个倒下受伤的同伴 赫尔木特下了决心 虽然师父说过不要相信人类 但是他觉得这群人不是黑暗的人类 是可以相信的 他不在隐旁 拔剑挥去胜利 在空中划出连续的十字花道 仅一分钟就把上百只魔物全部击杀 这一操作直接把雇佣兵团的人看傻了一眼 直言塔尼亚是捡了个什么怪物回来 但是面对大家的不停追问 赫尔木特还是选择了隐瞒 说自己只是身体恢复 但是记忆并没有恢复 这句话一出 整个兵团的人都觉得自己是智长 问一个失忆的人是怎么成为高手的 着实有点可笑 解决眼前危机的众人 一致决定要追上前面那群王八蛋 别的不说 把他们扔下当幼儿是在泰国的 并且用金还没接纳 卖命的钱怎么都要拿到手 但是几人还没走出机里 赫尔木特就让他们停了下来 因为他感知到前面那群人 已经被魔物的首领控制起来 而他们感到战斗现场还需要一个小时 这话一出 直接让团长元帝震惊 因为自己作为二级雇佣兵都没有这样的能力 但随后也庆幸 这孩子是自己妹妹塔尼亚就回来了 至少现在看起来她还是自己人 而此刻跑在前面的塔里克军团情况却并不乐观 就像赫尔木特感知的一样 他们被一群魔物和首领围攻 可作为散兵游泳的塔里克军团 哪里是魔物们的对手 并且魔物首领的战斗职确实不是盖子 眼见快撑不住了 塔里克军团的首领发挥了自己一贯的本子 抛下雇主和队友逃走 这一操作直接让金主爸爸气得骂你 直言是自己眼下 怎么会相信这么个背心弃义的家伙 但是现在后悔也没有用 因为魔物已经开始踹破了她的马车 自己的仆人也被魔物抓走 就在她以为下一个死的就是自己时 赫尔木特犹如救世主一样 挥着带有圣光的剑从天而降 原来是塔尼亚他们让赫尔木特 跑到前面打探情况 幸好她来得及时 不然再过十分钟这里可能一个活口也没有了 赫尔木特也是同意她的想法 这次一定要攒了这家伙 当赫尔木特发出第一击时 魔物竟躲开了 随着她的一声怒吼 赫尔木特感受到周围的魔器全部被她吸进了身体 而对方的战斗力也越来越强 速度也变得越来越快 但是这丝毫没让赫尔木特慌张 因为魔物的战斗方式她太熟悉 当初那时也是这个招式 他们弱点都在同一个地方 赫尔木特急剧全力一击 魔物阴声倒地 当团长他们赶到时 这里已经变成了一片死寂 当得知塔里克军团首领逃跑后 他们的认知下线又被刷新了 同时也对赫尔木特的能力有刷新 当他们清理战场时发现 金主爸爸迈尔斯只是晕倒了 简直是不幸中的万幸 因为这样至少自己的雇佣金还能得到保障 但是让自己的团队陷入危险 团长直接把金额调整到了八成 这可把迈尔斯吓得不轻 这次人员伤亡惨重 抚恤金就是一大 如果提到八成 自己可能要把一半家产赔进去 但是团长可不惯了他 直言如果不给这个假 他自己就留在这路上自生自灭了 万般无奈下 迈尔斯还是答应了这个条件 毕竟留着老命 钱才能花在自己身上 随后团长对押送的货物产生了兴趣 为什么这些魔物会盯上押送的货物 迈尔斯本想闭口不言 可是团长却如法炮制 如果不说 自己就不再接受任务 接着迈尔斯说出了这个国家的秘密 原来他并不是直接委托人 委托人其实是一个叫做安提奥尔的魔法师 但是这些东西却存在在魔法师们 无法踏足的鲁门神殿里 这个神殿在千年前打败了魔王 并且职责就是保护世界不被魔器侵蚀 可是慢慢的这个集团变了 他们假借保护之名 到处敛台 还用胜利控制一些弱小的国家 可是魔法师他们却控制不了 为此双方的矛盾非常巨大 而此次护送的东西 就是从神殿运出来 交给魔法师们研究的 如果神殿知道迈尔斯干这事 一定会把他的家族撕碎 赫尔木特听到这里不禁有些疑惑 魔法师很强吗 而团长的回答是肯定的 因为在几年前 魔法师差点把神殿结界全部瓦解 结界虽然能保护人类 但是却限制了魔法师的自由 为此他们才会做出这么疯狂的举动 而这句话也给了赫尔木特另一个希望 既然神殿无法消除自己的黑暗之中 不知道强大的魔法师能不能做到 就这样怀着心思 异形人终于离开了有魔物的区域 此刻的赫尔木特有些莫名的兴奋 因为明天就可以见到这位大魔法师了 但是到了目的地后 却发现这里是一片荒野 唯一存在的是只有一颗歪脖子数 正当大家疑惑不解的时候 麦尔斯取下脖子上的项链 对着树洞念起咒语 随着一道蓝光将它们包裹 身边的温度也逐渐下降 他们能清楚地感知自己在穿越空间 大家也第一次感受到魔法的强大 终于在三分钟后 异形人看见一座高塔 而塔下站着一个白须老人 如果没猜错的话 他就是大魔法师安提奥 他仅仅是看了一眼马车 就知道这次旅程死了很多人 也在路上遇到了不少魔物 为了补偿他们 他愿意拿出一百亿作为这次的酬傲 听见这个数字 兵团的人都沸腾了 要知道这可是他们以往一年的收入 果然魔法师和传闻中的一样都是土豪 但是谈完交易他 却把目光放在了赫尔木特身上 并直言自己知道他的秘密 这下赫尔木特不淡定了 差点就要动手 可是安提奥尔并没有生气 反而反手不出一个结界把两人和外界隔绝 眼见赫尔木特不信任自己 他又用魔法师的名义启示 自己绝对不会跟别人说他的秘密 赫尔木特看老人如此诚恳 表示自己确实有些事情想要问他 可他还没开口 大魔法师直接说出了他的秘密 表示他身体里有黑暗之种 但是自己却没有办法去除 因为这颗种子是和赫尔木特的生命里连在一起的 如果剔除 那么赫尔木特也会随之丧命 虽然黑暗之种会吞噬人的心智 但是赫尔木特很特别 他能控制黑暗之种 还能同时修炼圣灵 如果不是自己仔细观察 刚刚也不会发现他体内有黑暗之种 所以一般情况下别人不会知道他的身份 但是现在他并不能完全控制黑暗力量的散发 如果想要像正常人一样活下去 他还必须做一件事才行 这个耻木的老人向天在借四年寿命 为的竟是教导一个被大猫养大的人类孩子 然而这个孩子刚出生就有罪 只因他将生时生怀黑暗之种 是灾恶的化身 因此贵族们决定将婴儿丢弃到黑暗之森 任其自生自灭 凡是被流放到此地的人 无论他是天才还是勇者 都无法逃脱成为一地枯骨的命运 更何况是一个新生的婴儿呢 寒冷和饥饿时刻威胁着他的生命 但难以置信的是 婴儿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那颗欠在他心脏的黑暗之中 不断吸收着森林里的默契 从而迸发出了无穷的力量将他护住 在无数个日夜更替后 婴儿终于等到了那个改变他一生命运之人的到来 森林之主艾拉加发现了他 并奇迹般地选择了将他收养 时间一晃过去了十年 森林中也出现了一个 每天都要抓两只半兔子的男孩 可他却从来不吃 而是全部孝敬给他的豹子妈妈 但妈妈只挖出兔子的内核 然后便把剩下的躯体随意丢弃 原来这是一片被诅咒的森林 里面生活的所有动物都是魔物 只要吃下其他魔物的内核 自身的力量精气就能得到显著的提升 可妈妈却从来不允许男孩触碰内核 更不允许他吃 因为男孩就是一个普通的人类 如果吃下内核就会变成魔物 永远无法离开森林 可是每当这个时候 男孩情绪就会很低落 因为凭自己的能力 就算不化魔也没有能力冲破节节 回到外面的世界 这天他终于说出了心理的想法 却遭到妈妈斩钉截体的缝离 因为他二十年前在这片林子里 见过一个强大到变态的人类 之所以说他是变态 是因为在这片魔神留下的森林中 除了魔物 其他生物是无法生存下来的 而那个人类不仅活了下来 还能将强大的双头蛇 那是辛辛苦苦建立的营地 搞得乌烟瘴气 男孩听到妈妈这样说 立刻想要出发去找这个同类 可妈妈却告诉他 这个人类可能已经死了 毕竟推算起来 他已经快九十岁了 可男孩却很坚持 和大部分母子一样 母亲艾拉家虽然生气他的离开 嘴上也骂骂咧咧的说 男孩忘恩负义 却还是告诉他那人的地址 看着男孩离开的背影 甚至说出以后 他死在路上自己也不会管 可男孩却很向往见到同类 毕竟自己从出生就被扔在这里 十年来从没有见过其他人类 很快他就用比泰山还快的速度 来到了艾拉家口中的位置 这里果然有一座木屋 男孩翻过栅栏 打量着周围的一切 却被一只大手按在了地上 随着一道能震破天际的声音响起 男孩感觉自己快喘不上去 他赶紧解释自己是艾拉家的儿子 是妈妈告诉自己 这里住着一个人类 听到艾拉家的名字 男人果然松开了手 并表示自己曾经欠艾拉家一个人类 男孩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助 可以直接说 如果单纯只是想见一见同类 现在就可以回去了 男孩看着眼前90岁的壮小虎 心里生出一个信念 这男人一定有办法 让自己离开这片森林 于是不顾脸上的伤 说出自己的心愿 可男人听完只是呵呵一笑 说他简直太天真了 先不说他的能力 能不能冲破结界 外面的世界 也没他想象的那么美好 到处都是残暴狡猾的人类 还不如结界中 这般单纯美好 在仔细地看了他男孩后 他判断出男孩身体里有黑暗之毒 因为只有这样的孩子 才会被扔在森林里 而大部分孩子都会被魔物吃掉 或者因为魔器轻体死在这里 但也正是因为男孩特殊的体质 才让他在这魔器森森的结界里顺利长大 男人还告诉他 如果离开森林 外面的人会把他当作靶子一样追杀 可是这些劝诫 依旧没能动摇男孩要出去的决心 见男孩如此坚持 男人一把提起他准备给他上一课 本以为自己会被这个强大的男人收拾 却不想对方只是想教自己 怎么做一个真正的人 还要教他变强的办法 第一件事就是教男孩穿上衣服 不再像兽人一样在森林里狂奔 第二件事就是带他去找人类可以吃的食物 因为这里所有的生物都被魔器侵蚀 吃食物之前一定要把魔化的内核取出来 然后再用唯一纯净的河水清洗干净 男人操作完后递了一根萝卜给男孩 男孩坑吃坑吃一顿啃 一边啃一边觉得自己真是苦逼 以前做兽人吃草 现在做人还是吃草 但是男人却没打算放过他 下一步就是对他进行魔鬼训练 每天需要提着水桶在森林里奔跑99圈 用男孩的认知理解就是 这学习做人简直和变强一毛钱关系也没有 果然他的吐槽成功把母亲爱拉加引来 看着自己养大的儿子正在被折磨 爱拉加忍不住嘲笑他是自己来找对手 可男孩赫尔木特却不以为然 还表示自己不属于这儿 以后终究是会离开的 这句话让爱拉加陷入了深深的失落中 自己从小呵护的孩子 现在是该放手了 此后的日子 赫尔木特在男人的训练下变得越发强壮 心智和毅力也愈发坚毅 还吃上了真正意义上人类的食物 可是这只是他训练的第一个阶段 在他身体强壮后 男人达里恩决定对他进行下一步的训练 只见他翻箱倒柜找出一把木棍 咔咔咔一顿挥舞 一道黄眼的金光从手里散发出来 然后就是砰的一声巨响 院子里大象一样大的石头瞬间炸开 看着飞散的石块 赫尔木特也被惊呆在原地 他惊叹达里恩没有锋利的爪子和牙齿 也能有这么强悍的战斗力 当即表示要抱大脑 可是达里恩却不惯着他 一根手指就把他弹飞 让赫尔木特认识到自己到底有多弱 在训练的过程中也是以身是法地告诉他 怎么样的肌肉结构才能练就最完美的剑术 随着赫尔木特被打的次数越来越多 他对剑术的掌控也越来越熟练 也渐渐明白剑药和精神合二为一 就这样赫尔木特日复一日的练习着 直到这天一个人跑到河边休息 见到了久违的母亲艾拉加 母亲先是感叹儿子壮士了不少 紧接着又露出本性 调侃儿子只是从弱鸡变成成年鸡的蜕脸 还没有能达到战斗力道德的程度 赫尔木特直接回怼说 艾达拉肯定打不过达里恩 这句话让艾达拉怒气质拉满 好不容易平静下来 他才慢慢的和赫尔木特解释 原来这森林里存在三股比较强的势力 一是达里恩二是自己 还有第三股是有两个头的巨型毒蛇内侍 如果自己和达里恩打起来 这条阴险的毒蛇一定会趁机而入 把他们统统消灭 而内侍所盘踞的地方 是这个森林最恐怖恶心的存在 达里恩就是因为破坏了一次他的领地 内侍才一直怀恨在心 赫尔木特听闻母亲这样说 当即表示自己对内侍的领地很感兴趣 艾达加也是惯着他 直接带他飞过树梢 向内侍的营地出发 很快就来到了营地的上方 艾达加耐心解释 这里叫人类农场 之所以叫这个名字 是因为这里面的人类都是被抛弃的孩子 他们会把孩子带回来 然后养大后让内侍吃掉 而赫尔木特的思路总是跑偏 因为他看见了和他长得不一样的人类 艾达加说那些是雌性人类 只是和赫尔木特性别不一样而已 而且这些雌性人类更惨 因为内侍最喜欢的就是这些细瓶嫩肉的女孩 那些男人只能在农场里干活到死 听到这里赫尔木特惊出一身冷汗 如果自己没被艾达加捡回来 现在在农场里干活的应该也有自己 赫尔木特深深地看了一眼艾达加 正当他还想问什么事 艾达加拉着他准备离开 却不想一股魔气从背后袭来 原来是内侍 艾达加立刻把赫尔木特护在身后摆出防御姿势 而内侍却把目光放在了赫尔木特身上 还调侃着小男孩的肉应该更好吃 并扬言自己想尝一口 此刻的赫尔木特早就被吓傻 还好艾达拉逼退那时 解释赫尔木特只是偷穿了达里恩的衣服 显然那时并不相信 还是执意想吃掉赫尔木特 他的这句话彻底激怒了艾达加 艾达加此刻化身成了一只护独子的木道 将尖牙和利爪全部露出来 还好那时还是忌惮艾达加的 随应说自己不喜欢领地有毛 让他们赶紧离开 结果那时刚一转身 赫尔木特就没出息地被吓晕了过去 还好小孩子恢复能力强 一会就苏醒跟着艾达加离开 两人在回来的路上 罕见的没有争吵 而是平静地分析现在的局势 艾达加此刻也更像一个母亲 叮嘱赫尔木特一定要好好待在达里恩身边 因为他现在的能力实在太弱了 说话间艾达加就嗅到了达里恩的气息 不想见他的艾达加隐身到了森林里 而达里恩也清楚 赫尔木特是和艾达拉出去转了 只淡淡说了一句让他回去 就扛着一捆草向家的方向走去 可以回家 赫尔木特就被白天的事情吓得辗转反客 再加上睡前 达里恩抢脱自己吃的毒草 现在肚子里就像有个人用长子制毛衣一样的 但挺过来的赫尔木特 却像变了一个人 不仅体格愈发强壮 连练气精神力也上升了十个等级 凭着一把木剑 门口一百年的老树都快被他批断了 而见时机差不多 达里恩也决定带赫尔木特进入下一阶段的训练 凝聚胜利 所谓胜利就是用身体将空气中的灵气 吸收近身体 再通过手臂汇聚在武器上 将对手一击毙命 但是运用胜利时必须心无杂念 不然很可能会被反噬 导致身体爆炸 修行的第一步就是掌控自己的呼吸 达里恩一边说着一边已经开始了进攻 还是小菜鸟的赫尔木特很快就被扰乱了气息 秉得达里恩一阵嘲笑 同时也提醒他应该怎么控制自己的呼吸和气息 终于在主角光环的加持下 赫尔木特发出了第一道圣光之剑 看见这一幕的达里恩也十分欣慰 表示赫尔木特可以出师了 并且想要离开这里 必须尽快 因为赫尔木特身上的黑暗之种在生长下去 结界就会把它判定为魔物 现在他必须去结界最薄弱的南方 可是具体最薄弱的地方在哪里 达里恩却表示自己并不知道 唯一知道缺口的人 是内视人类农场的管理者耶鲁 而说完这些达里恩心里却很沉重 因为赫尔木特身上有着黑暗之种 现在又有着如此强悍的能力 以后究竟是正是血 最难过迷茫的一天 因为自己明天要离开这里 离开达里恩和艾拉加 这辈子可能再也无法见到 自己这两个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伙伴 而艾拉加也及时出现在他身边 宽慰他人生总会走很长很远的路 第二天艾拉加陪着赫尔木特去拜别达里恩 却发现达里恩盘坐在屋内 赫尔木特尝试着叫他 却发现达里恩已经闭眼没了气息 此刻他终于明白 昨天达里恩说自己也该离开是什么意思 调整好心情 赫尔木特拿上达里恩准备的包 然后就向着那时的领地出发 当他回头看向艾拉加时 却发现他正眼含热泪地看着自己 但他咬了咬牙 有些事终究还是要独自面对 赫尔木特摸黑前进那时的人类农场 每到冬天那时这条蛇就要冬眠 这段时间就是农场里最混乱的时候 耶鲁古此刻处理完农场的事 完全没有感受到赫尔木特的靠近 直到一把剑抵住他的脖子 他才感知到房间里还有另一个人的存在 等耶鲁古看清眼前之人是个小孩后 他就放松下来 他认为凭能力自己不会败给小孩子 并且自己还具有唤醒那时的能力 还跟赫尔木特问达里恩的情况 见赫尔木特不说话 他便已经猜测到达里恩已经去世 于是更加肆无忌惮地嘲讽 却不想赫尔木特早就不是四年前那个会腿软的小孩 直接说出自己的目的 并将剑抵近耶鲁古的脖子 直到看见脖子上渗出血 耶鲁古才明白这小孩是个狠角色 连自己这个修习黑魔法的魔法师都不一定爬得过 可耶鲁古还在做最后的挣扎 扬言自己是唯一知道离开森林方法的 如果杀了自己一辈子也别想出去 但是显然赫尔木特是做过功课的 就在他将魔法师喜欢记录的习惯说出来的那一刻 耶鲁古瞬间像泄气的皮球一样扁了下去 只得信信地带着赫尔木特走向地下室 但是耶鲁古却提醒赫尔木特 自己知道方法 但是这么多年却没人成功过 让他自求多福 随后拿出一本字典一样厚的书 书里记载着结界最薄弱的地方 是南边的一个瀑布 瀑布可以冲刷掉一些魔器 但是同样也能冲刷掉圣灵 一旦结界感知到一丝魔力 就会把闯关的人撕成碎片 赫尔木特听完心里微微一震 自己虽然可以用圣灵包裹住体内的黑暗种子 但是万一泄露出一丝 自己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但是自己多年渴望的自由 让他仍旧选择了前进 但是出发前 耶鲁谷这个恶心的家伙必须处理掉 虽然不杀他 但是绑起来饿他三天还是可以的 赫尔木特不想一时的善心 却给自己带来巨大的麻烦 他还没离开农场 耶鲁谷就发动黑暗魔法 将沉睡中的内饰唤醒 并把达里恩以死和刚刚发生的事情统统说了一遍 早就恨达里恩到骨子里的内饰 听闻这小子是达里恩的弟子 当然不会放过他 破开围墙就向赫尔木特追去 此时狂奔的赫尔木特也感到危险的靠近 因为身边越来越多小型魔物 红他身边跑步 却丝毫不在意他 一个劲地向前面逃命 这种情况只能说明 后面来了一个大家伙 果然一股强烈的压迫感从背后传来 赫尔木特太熟悉了 四年前就是这股力量 把自己吓晕 要不是爱拉加救自己 这回已经不知道在内饰身体里消化多少次 但是显然内饰的速度和魔气太大 想逃是逃不过了 唯一能做的就是背水一战 赫尔木特摆出战斗姿势 而内饰也已经到了离他不足一米的地方 显然内饰没有把这小家伙放在眼里 让他乖乖做自己的晚餐 但赫尔木特这么多年的训练也不是吃素的 他挺直腰板表示不放自己动 就只有杀了内饰再离开 内饰被这狂妄的口气彻底激怒 直接发起了攻击 却不想他的攻击却被赫尔木特完美躲开 此刻的赫尔木特也第一次见识到魔物攻击的厉害 但是达里恩教过他 一定要冷静 即使在强大的对手 也会有弱点 深吸一口气 赫尔木特找到了内饰的弱点 拔剑 运气 跳跃 进攻一气呵成 伴随着一声惨叫 内饰其中一个头上的眼睛被刺下 而赫尔木特也趁着这个时机逃跑 却不想身后发生了诡异的阴影 内饰竟把自己另一个脑袋吃掉 还说对方是没用的玩意 而自己从双头蛇变成了独头蛇 付出这么惨重的代价 内饰又怎会轻易地放过赫尔木特了 现在极度狂躁的他只想把赫尔木特撕碎 可用灌四只眼睛看世界的内饰 此时一颗头让他视力严重受损 在森林里穿梭了两分半 还没能锁定目标 而此刻的赫尔木特也应刚刚使出致命一击 无力地靠在树上喘着粗气 要知道自己现在的能力 根本没办法和内饰正面硬刚 但是还没等他想到应对的方法 内饰就已经找到了他 虽然面对的是这么强大的对手 也明白自己可能会死在对方手下 但赫尔木特还是没有放弃 拔剑准备迎接这最后的一战 弹剑还没挥出 另一股熟悉的魔气就出现在他身边 原来是把自己养大的母亲埃拉加 埃拉加知道动摇不了赫尔木特离开的决心 于是一直在背后默默地守护他 看着这边冲天的魔气 他意识到赫尔木特有危险 面对同样是强大魔物的埃拉加 那时多少有点忌惮 毕竟自己可是在他手上吃过亏的 埃拉加催促着赫尔木特离开 表示以前那时两个脑袋的时候都不是自己对手 现在只剩一颗头了 更不用担心 可是这时候的赫尔木特却像一根筋 说自己要和埃拉加同身共死 看着眼前有大病的儿子 埃拉加忍不住暴怒 称如果他再不去那个地方 后半辈子真的要永远和自己在一起 果然激将法才是最管用的 在埃拉加的一声怒吼中 赫尔木特提着剑继续前行 而埃拉加则和那时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激烈战斗 一路上赫尔木特遇到了很多其他魔物 但是他的能力完全可以将他们斩杀了 终于在狂奔两天半后抵达了结界边缘的铺 正当他准备为自由一战时 天上突然飘下了羽毛雨 赫尔木特再次被强大的魔器击倒 原来这里是另一个魔物伊格瑞尔的领地 看到闯进来的人类小孩 他第一时间就是想着怎么把它吃掉 但随后又在赫尔木特身上 闻到了埃拉加和那时的味道 这让伊格瑞尔十分惊奇 因为他们各自是一方领土的首领 基本都是井水不犯河水 而眼前的孩子身上竟然有两个人的气息 这突然就勾起了伊格瑞尔的好奇心 赶紧询问赫尔木特到底是谁的人 赫尔木特也不藏着 直接告诉他埃拉加是自己女亲 这下伊格瑞尔更觉得不可思议 魔物竟然收养了一个人类小孩 而且还教他这么多技能 简直违背了魔物的本性 但是伊格瑞尔并没有准备 看在埃拉加的面子上放过他 反而让他做好受死的准备 面对又一个像那时一样强大的魔物 赫尔木特不断搜索脑子里 以前埃拉加说过的话 没错就是这个 伊格瑞尔是一个好奇心极重的魔物 如果让他见识前所未有的事情 那么他一定会放过自己 赫尔木特当即决定 把自己要离开森林的事情 告诉伊格瑞尔 但伊格瑞尔听完后 却发出了轻蔑的笑声 因为他也看出来 赫尔木特身上藏着黑暗之中 如果强行穿过结界 只会被结界吞噬的渣豆不少 还表示反正都要死 不如死在自己肚子里 这样也算是废无利用了 可赫尔木特却坚定地说 掉进黑暗森林的人类很多 但是能穿过结界的只有尾 错过这次 你这辈子都无法见证这样的时刻 看着坚定的赫尔木特 伊格瑞尔强大的好奇心被勾起来 或许这个孩子 真的是唯一能成功离开结界的人 而赫尔木特直接飞身冲进了瀑布 随着胜利将自己包裹 赫尔木特用力将自己的力量汇聚在手上 在瀑布和结界强大的阻力下 撕开一道口 可是结界是为保护人类设置 具有强大的进化能力 只要感受到一丝负能量 进化就会自动开启 虽然赫尔木特有胜利加持 但是进化的力量还是从四面八方涌来 并且像真一样刺穿自己的身体 在这一刻 赫尔木特自己都迷茫了 在魔物世界里他们叫自己人类 但是自己想回到人类世界 又被当作是魔物 到底哪里才是自己的归宿 随着意识逐渐的模糊 赫尔木特已经不能再去想这些问题 而是陷入了无穷无尽的黑暗 当他再次醒来 他已经被一群人类救下来 为了隐瞒自己的身份 赫尔木特谎称自己失忆 只记得自己的名字和会建树这两件事 他的话让就自己的人欣喜若狂 因为他们是一伙雇佣兵 最需要的就是武力之高的人 就这样赫尔木特跟着塔尼亚的雇佣兵团 开始了在人类世界的旅程 但是赫尔木特奇怪的气场 让雇佣团的人都忍不住的好奇 但是大家都还是很包容他 毕竟失忆的人有些怪癖也是可能的 甚至还担心他的身体 带他去镇上看了医生 然后带他回了雇佣兵的营地 但是塔尼亚十分好奇 赫尔木特的剑术到底是什么水准 于是第一时间就拉着他来到试炼场 大家都觉得赫尔木特是疯了 毕竟塔尼亚可是雇佣兵团的佼佼者 他三分钟就可以放倒四个大男人 虽然赫尔木特的实力不弱 但是刚刚从黑暗森林出来 身上的胜利还没有恢复 以至于他对上塔尼亚动作有些吃坏 并且明明自己已经看出塔尼亚的破绽 身体却不受控制 没法精准打击 就这样赫尔木特被塔尼亚一分钟击败 但是比起失败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 赫尔木特觉得自己的身体发生了变化 可是接下来一个高大的男人出现 直言赫尔木特通过了考验 以后就是雇佣军的一人了 原来当当的试炼不过是方便大家看看他的实力而已 虽然自己输给塔尼亚 但是实力还是比一般的普通人要强很多 但是赫尔木特却陷入了纠结 因为在黑暗森林的时候 师傅达里恩告诉过自己 人类多数都是阴险狡诈的 这么无缘无故帮助自己 会不会背后有什么陷阱 于是他开口询问 如果自己有一天恢复记忆想离开 会不会付出什么代价 可团长却让他放心 想要离开随时都可以 只要他手上的任务完成了就行 这也让赫尔木特放下心来 决定在佣兵团先待着适应一下人类社会 顺便探寻一下自己的身世 因为在离开前 艾拉加给了自己一块刻有名字的表态 说是自己被扔在森林的时候随身携带的 上面的名字很可能是自己母亲的 那究竟自己的父母是什么人呢 第二天一早 赫尔木特就跟随雇佣军团去完成护送任务 可是在路上的赫尔木特却感觉心不在焉 因为昨天输给塔尼亚 让他十分不服气 虽然晚上他也去试炼场尝试过恢复圣灵 但是不论怎么尝试 都无法汇聚 他一路上都在找怎么才能恢复实力的方法 可是在半路的时候 另一对负责断后的雇佣兵却发起了挑衅 还嘲笑赫尔木特式的女孩 但是赫尔木特却不想搭理他 可这群不友善的雇佣兵并不打算放过他们 趁着四级雇佣兵来河边打水 他们尾随而来 一脚将小男孩踩在脚下 让他赶紧将赫尔木特喊过来 却不想赫尔木特早就在附近 看到同伴受欺负 他面无表情地走了出来 但对方却不是要简单地寻衅姿势 而是他们看出了赫尔木特的身份 他们只是想确认魔物到底有多强大的战斗物 三个人将赫尔木特团团围住 准备大战一场 可赫尔木特的实力没有完全恢复 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打过三个人 但是长久训练的心理素质 让他决定采用逐个击破的方法 趁胖子不注意 直接一拳放倒 正准备进攻另外两人时 塔尼亚的声音传来 几人也停止了打动 因为对方三个男人加起来 也不是塔尼亚的对手 他们只能跟塔尼亚陪笑脸 说是男人之间开开玩笑 然后便一脸不情愿地向众人道歉 可塔尼亚却不吃这头 警告他如果再对自己的团员下黑手 一定会让他吃不了兜子走 说完他就赶紧带着赫尔木特两人回到营地 因为他们的佣兵团受到了紧急任务 那就是穿越满是魔兽的黑暗之地 赫尔木特听后心头一紧 他意识到自己必须尽快恢复实力才行 不然遇到像双头蛇那时一样强大的魔物 根本没有自保的能力 可是很不幸运 刚刚进入黑暗之地 这对雇佣兵就撞见了出来觅食的魔物 这魔物长着狮子的头和星星的事 要多恶心有多恶心 而且一看见人类 就直接捏爆往嘴里散 而想要反抗的其他人 也被他一掌撕碎 但是刀口舔血的雇佣兵并没有害怕 因为击杀魔物就是他们的日常任务 可是还没等他们有所行动 魔物就发出了节节节的呼唤声 原来这家伙是在召唤同伴 很快雇佣兵们就被魔兽包围 而本应作为强者出战的赫尔木特 却被同伴拉着躲进马车底下 因为现在他的身份是四级雇佣兵 根本没资格上战场 而赫尔木特心里也明白 此刻自己的胜利没有恢复 就算出去也不一定能帮上什么忙 于是静静地看着眼前的战况 还好佣兵团里二级以上的佣兵 都有着使用胜利的能力 而那些不太强的魔物 三级雇佣兵也可以应付 看着眼前雇佣兵们 有条不紊的配合战斗 赫尔木特似乎明白了 为什么人类不像魔物一样独居 因为他们需要配合 才能发挥出更大的力量 自己以后是不是也要寻求这样的团体 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的 正在他失神之际 雇佣兵们已经解决了大部分魔物 只剩下一个强悍的头头还没解决 正在他们决定使出最后一击时 魔物竟像屁股着火一般迅速逃离 雇佣兵也没打算再追过去 毕竟自己这次的付费任务是护送货 而不是追杀魔物 看着满地的魔物尸体 团长让大家赶紧收拾战场 把魔物的皮和体内的黑暗之种收集起来 因为在黑市这些都是价值不菲的宝 尤其是黑暗之种 毕科就能拍出上万的价格 而团长对黑暗之种的解释 也和赫尔木特之前听过的差不多 只要放进体内就会被魔化 那些出生体内就拥有黑暗之种的人 都会被立刻处死 因为随着他们长大 黑暗之种会控制他们的思想 然后成为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 但是团长却让赫尔木特不要担心 毕竟这些婴儿都不可能长大的 可是赫尔木特却清楚 自己就是那些婴儿中的一个 而且自己还长大 难道自己以后会变成一个魔物 会被人类无休止地追杀吗 赫尔木特陷入了深思 但大家却没关注他的表情 反而催着他和同样是四级雇佣兵的菲恩处理魔物 但当菲恩拿出小刀准备解剖魔物时 竟还有一只没有死透 他一把掐住菲恩的脖子 想要在死前拉一个垫背的 还好赫尔木特眼疾手快 拔剑一刀结果的魔物 而此次的斩杀也让赫尔木特感觉 自己的胜利似乎有所恢复 同样注意到赫尔木特有胜利的 还有一旁的塔尼亚 但是塔尼亚却不敢相信 以至于觉得是自己看错 毕竟前两天和自己试炼时 这小子还是个菜鸡 处理完这些已经是晚上 赫尔木特为了验证自己是否恢复胜的 偷偷在树林里运起 发现自己的胜利果然恢复了九成 还需要一天差不多就能完全恢复了 随着胜利的恢复 赫尔木特的感知力也提升了几个档次 他清晰地感知到白天逃跑的魔物依旧在附近 自然不会把这个喽啰放在眼里 并且这人白天的行为让赫尔木特十分反感 可是这小子似乎没有看出赫尔木特的不同 直接一记飞拳向赫尔木特砸去 却不想被赫尔木特一只手接住 轻轻一用力就被甩了五名远 可是男人一点也不认输 直言要宰了赫尔木特 随着双方身影的焦点 男人还未出手 赫尔木特一个拔剑 男人的双腿就被砍断指剩金连着 此刻男人也看清赫尔木特的实力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赶紧逃 逃回营地或许还能活命 可是看着眼前蠕动的男人 赫尔木特却有些异常的兴奋 脑子里突然窜出另一个声音 杀了他杀了他 此刻的赫尔木特感觉自己正在被黑暗置种侵蚀 自己马上就要变成一个没有人性的魔物 还好在最后关头 他用意志力把魔器逼了回去 他反复告诫自己 自己是人不是魔物 恢复清醒的这一回 刚刚那男人已经爬行到很远的地方 可是这小伙却不那么幸运 因为他还没爬回营地 就被埋伏在周边的魔物盯上 等赫尔木特感到时 那人已经变成了魔物的宵夜 但魔物看见赫尔木特时 却露出忌惮的神色 因为他身上发着的圣光足以杀死魔物 但是还没等赫尔木特出手 魔物就又脚底抹油逃跑了 当赫尔木特还在感慨魔物 比人更会审视夺事时 雇佣兵团其他人也听见声音赶过来 这可把赫尔木特整慌了 自己怎么解释遇到魔物还能全身而退呢 肯定不能让他们知道自己有胜利这件事 最后他决定说一半 他直言自己被那个男人尾随 可不想那人遇到了魔物的偷袭 自己才幸免遇难 两个兵团为此事发生了争论 尤其是塔尼亚 他认为对方就是在故意挑事 如果不好好整顿自己的内部人员 以后就不客气了 而对方也自认理亏 表示人都已经死了 以后不会出现类似的事件 这件事才告一段落 却不想回到营底 刚刚还维护赫尔木特的塔尼亚 对着他的头就是一拳 这一刻赫尔木特感觉回到了 黑暗森林和师父在一起的日子 他才体会到 这是人类独有的情感 是被他人关心的感觉 心里不由的轻轻一颤 第二天一早 团长就命令所有人赶紧离开这里 因为他们一天内已经失去了三位同伴 再这么纠缠下去 只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 但还没等他们离开 另一批新的魔物又从天而降 赫尔木特和菲恩仍旧被安排在马车的 但是赫尔木特并没有闲的 而是用胜利感知这群魔物的头头在什么地方 但是很快他就得到了答案 因为雇佣兵团的人在战斗中 多多少少都受伤了 而魔物们还连续的在进攻 他们的战术就是耗尽雇佣兵的力量 最后再一网打尽 而团长和塔尼亚似乎也意识到这一步 但是却想不出解决的办法 毕竟自己的人员就这么多 而负责断后的塔利克雇佣兵和他们冲突巨大 是肯定不会帮助自己的 并且那个雇佣兵已凶狠毒辣冲 说不定现在正在想什么阴招对付自己 事实上塔利亚的猜测并不错 此刻负责断后的雇佣兵团长 正在金主爸爸的马车里 他建议让塔利亚他们引开魔物 而自己和他则带着货物离开 听到这个建议金主爸爸直言他不讲武朵 却不想团长直接回怼 那些良心信义都是身外物 现在别说能不能把货送到目的里 连金主爸爸您会不会死在这里都不一定 果然金主爸爸被他说动了 决定实施这个卑鄙的计划 第二天刚一上路 护送队的马车就飞速前进 直接把塔利亚一行人扔在了后面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那一队人马已经跑没影了 而此刻魔物们新一轮的进攻又向他们起来 面对铺天盖地的魔物 雇佣兵的老弱病残显得有些吃力了 看着眼前一个个倒下受伤的同伴 赫尔木特下了决心 虽然师父说过不要相信人类 但是他觉得这群人不是黑暗的人类 是可以相信的 他不再隐藏 拔剑挥去胜利 在空中划出连续的十字花刀 仅一分钟就把上百只魔物全部击杀 这一操作直接把雇佣兵团的人看傻了一眼 直言塔尼亚是捡了个什么怪物回来 但是面对大家的不停追问 赫尔木特还是选择了隐藩 说自己只是身体恢复了 但是记忆并没有恢复 这句话一出 整个兵团的人都觉得自己是智障 问一个失忆的人是怎么成为高手的 着实有点可笑 解决眼前危机的众人 一致决定要追上前面那群王八蛋 别的不说 把他们扔下当幼儿实在太过分 并且用金还没接纳 卖命的钱怎么都要拿到手 但是几人还没走出机名 赫尔木特就让他们停了下来 因为他感知到前面那群人 已经被魔物的首领控制起来 而他们赶到战斗现场还需要一个小时 这话一出 直接让团长原地震惊 因为自己作为二级雇佣兵都没有这样的能力 但随后也庆幸 这孩子是自己妹妹塔尼亚就回来的 至少现在看起来他还是自己人 而此刻跑在前面的塔里克军团情况却并不乐观 就像赫尔木特感知的一样 他们被一群魔物和首领围攻 可作为散兵游泳的塔里克军团 哪里是魔物们的对手 并且魔物首领的战斗职确实不是盖的 眼见快撑不住了 塔里克军团的首领发挥了自己一贯的本色 抛下雇主和队友逃走 这一操作直接让金主爸爸气得骂掉 直言是自己眼下 怎么会相信这么个背信弃义的家伙 但是现在后悔也没有用 因为魔物已经开始踹破了他的马车 自己的仆人也被魔物抓走 就在他以为下一个死的就是自己时 赫尔木特犹如救世主一样 挥着带有圣光的剑从天而降 原来是塔尼亚他们让赫尔木特 跑到前面打探情况 幸好他来得及时 不然再过十分钟这里可能一个活口也没有 而面对从天而降的圣光 魔物显然有些忌惮 但是他上一次和赫尔木特有过交集 不会就这么轻易地放过他 而赫尔木特也是同意他的想法 这次一定要宰了这家伙 但赫尔木特发出第一击时 魔物竟躲开了 随着他的一声怒吼 赫尔木特感受到周围的魔器 全部被他吸进了身体 而对方的战斗力也越来越强 速度也变得越来越快 但是这丝毫没让赫尔木特慌张 因为魔物的战斗方式他太熟悉 当初那时也是这个招式 他们弱点都在同一个地方 赫尔木特急具权力一击 魔物应声倒地 当团长他们赶到时 这里已经变成了一片死寂 当得知塔里克军团首领逃跑后 他们的认知下线又被刷新了 同时也对赫尔木特的能力有了刷新 当他们清理战场时发现 金主爸爸迈尔斯只是晕倒了 简直是不幸中的万幸 因为这样至少自己的雇佣金 还能得到保障 但是让自己的团队陷入危险 团长直接把金额调整到了八成 这可把迈尔斯吓得不轻 这次人员伤亡惨重 辱须金就是一大笔 如果提到八成 自己可能要把一半家产赔进去 但是团长可不惯着他 直言如果不给这个假 他自己就留在这路上自生自灭了 万般无奈下迈尔斯还是答应了这个条件 毕竟留着老命 钱才能花在自己身上 随后团长对押送的货物产生了兴趣 为什么这些魔物会盯上押送的货物 迈尔斯本想闭口不言 可是团长却如法炮制 如果不说 自己就不再接受任务 接着迈尔斯说出了这个国家的秘密 原来他并不是直接委托人 委托人其实是一个叫做安提奥尔的魔法师 但是这些东西却存在在魔法师们 无法踏足的鲁门神殿内 这个神殿在千年前打败了魔王 并且职责就是保护世界不被魔器侵蚀 可是慢慢的这个集团变了 他们假借保护之名 到处敛财 还用胜利控制一些弱小的国家 可是魔法师他们却控制不了 为此双方的矛盾非常巨大 而此次护送的东西 就是从神殿运出来 交给魔法师们研究的 如果神殿知道迈尔斯干这事 一定会把他的家族撕碎 赫尔木特听到这里不禁有些疑惑 魔法师很强吗 而团长的回答是肯定的 因为在几年前 魔法师差点把神殿结结全部瓦解 结结虽然能保护人类 但是却限制了魔法师的自由 为此他们才会做出这么疯狂的举动 而这句话也给了赫尔木特另一个希望 既然神殿无法消除自己的黑暗之中 不知道强大的魔法师能不能做到 就这样怀着心思 一行人终于离开了有魔物的区域 此刻的赫尔木特有些莫名的兴奋 因为明天就可以见到这位大魔法师了 但是到了目的地后 却发现这里是一片荒野 唯一存在的是只有一颗歪脖子数 正当大家疑惑不解的时候 迈尔斯取下脖子上的项链 对着树洞念起咒语 随着一道蓝光将它们包裹 身边的温度也逐渐下降 他们能清楚地感知自己在穿越空间 大家也第一次感受到魔法的强大 终于在三分钟后 一行人看见一座高塔 而塔下站着一个白须老人 如果没猜错的话 他就是大魔法师安提奥 他仅仅是看了一眼马车 就知道这次旅程死了很多人 也在路上遇到了不少魔物 为了补偿他们 他愿意拿出一百亿作为这次的酬牢 听见这个数字 兵团的人都沸腾了 要知道这可是他们以往一年的收入 果然魔法师和传闻中的一样都是土豪 但是谈完交易他 却把目光放在了赫尔木特身上 并直言自己知道他的秘密 这下赫尔木特不淡定了 差点就要动手 可是安提奥尔并没有生气 反而反手不出一个结界 把两人和外界隔绝 眼见赫尔木特不信任自己 他又用魔法师的名义启示 自己绝对不会跟别人说他的秘密 赫尔木特看老人如此诚恳 表示自己确实有些事情想要问他 可他还没开口 大魔法师直接说出了他的秘密 表示他身体里有黑暗之种 但是自己却没有办法去除 因为这颗种子是和赫尔木特的生命里连在一起的 如果剔除 那么赫尔木特也会随之丧命 虽然黑暗之种会吞噬人的心智 但是赫尔木特很特别 他能控制黑暗之种还能同时修炼圣灵 如果不是自己仔细观察 刚刚也不会发现他体内有黑暗之种 所以一般情况下别人不会知道他的身份 但是现在他并不能完全控制黑暗力量的散发 如果想要像正常人一样活下去 他还必须做一件事才行 16岁男孩第一次带百万巨款出门 就被三个强盗盯上 还明目张胆地要他交出手里的金币 不然就要弄死他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眼前这个看起来柔弱秀气的小孩 其实是个身怀绝技的三级步庸兵 强盗们见赫尔木特不愿乖乖给钱 直接一拳砸翻了赫尔木特的晚餐 这对于刚能吃上热饭的人来说 简直就是最不能接受的事情 赫尔木特压低声音韵怒地说了句 你算什么东西 这句话却把几个强盗彻底激怒 为首的大块头用尽全力挥出一拳 却被赫尔木特一把接住 随着他力道的加重 大块头脸上的表情也越来越痛 眼见老大被欺负 旁边的两个小弟也不甘示弱 挥着拳头骂骂咧咧地扑了过来 却被赫尔木特一个左勾拳一个右勾拳放倒 这一神操作把旅店里其他的客人都看傻 要知道这三人可是黑鹰团的成员 向来以战斗之暴表心狠手辣出名 被打得鼻青脸肿的三人 这才想起问赫尔木特的身份 赫尔木特直接告诉他们 你爷爷我是傭兵 然后就让几人赶紧提着裤子轮 不要打扰自己吃饭的兴致 毕竟自己才来人类社会几天 还没有好好享受美食呢 可是被打掉三颗牙的大块头显然不服气 捂着嘴让他等着 和他们黑鹰团作对只有死路一流 这威胁对赫尔木特来说简直像毛毛雨一样 可是却吓坏了旅店的服务生 他让赫尔木特赶紧离开 因为黑鹰团的作风就是 要把得罪他们的人杀光才罢休 如果不马上走 以后这些喽啰肯定天涯海角都会跟着他 赫尔木特听后觉得很是头疼 没想到自己只是打了几个强盗 却惹上这么大的麻烦 在心里想了又想后决定彻底解决他们 因为这群人从本质上和魔物没有区别 自己这样做也算是为民除害 但是看着服务生惊恐的样子 还是决定换个地方战斗 于是他告诉服务生 自己在村后的树林里 如果刚当那群人回来 让他们去那里找自己 还直言自己晚点会回来 宵夜和房间给他留着 在森林中等待的赫尔木特 因为今天的事有些惆怅 他有些思念拥兵团的塔尼亚和菲恩 急速兵团的人 是他从黑暗森林出来见过的第一群人类 本以为人类大部分像塔尼亚和菲恩一样 是为了保护他人 可以放弃自己生命的正直善良之人 但今天这群强盗的蛮横和战势欺人 和魔物又没有区别 这让他刷新了对人性的认知 正当他失神之际 强盗一伙已经到了森林 赫尔木特也不拖泥带水 拿出弓箭刷刷刷就把五人射穿 对方甚至没来得及说一言就倒下了 这速度和结局让赫尔木特有些意外 本以为他们搬来的救兵会有两把刷子 却不想是一群连塔尼亚都比不上的菜籍 赫尔木特三分钟解决完后就想回去吃宵夜 却不想此时体内的黑暗之种开始觉醒 还发出阵阵紫光 将赫尔木特直接腾的坐在地上 他赶紧使用胜利克制 几番自控努力后 虽然没有被魔器控制 但心口传来的顿痛还是让他呼吸困难 赫尔木特百思不得其解 自己明明没有靠近魔物 为什么黑暗之种还是会苏醒 难道自己杀戮的行为也能让黑暗之种兴奋吗 为了不让自己再次失控 赫尔木特暗下决心 暂时避开这些人类的臭虫 尽快赶到师父达里人给自己推荐的地方 因为师父在最后给自己留下的信上说 他会在那里获得更多技能 或许能强大到剔除黑暗之种 但是要怎么避开黑鹰团那群渣子 顺利到达巴登是个问题 赫尔木特左思右想 还是决定利用塔尼亚给自己的临时拥兵证书 去接受一份护送任务 因为需要请拥兵的大部分是贵族 而黑鹰团对贵族多多少少有些顾忌 赫尔木特带着证书来到委托中心 小姐姐一看他像个未成年 还以为是哪家孩子走流了 然而当他看到赫尔木特拿出的三级证书后 兴奋的手舞足蹈起来 因为他从业这么久 还没见过如此年轻的三级佣兵 赫尔木特直接说出自己的诉求 去巴登报仇多少无所谓 随后小姐姐在一打任务单里面 抽出一张最小的 他告诉赫尔木特 这是一个护送的任务 护送对象是一个贵族小姐 报仇是八百马克币 赫尔木特没有多小便直接答应 毕竟自己的目的是尽快去巴登 可是派发任务的小姐姐却说 这个任务虽然简单 但是雇主却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佣兵必须高大帅气 可是眼前的赫尔木特 因为昨晚的战斗 身上和乞丐没什么两样 要见雇主他 还得先去买上一身衣服才行 赫尔木特随便走进一家服装店 告诉老板自己要一件 看起来高大上的衣服 店主一听 这个妥妥是来了的院主 赶紧把店里一年 也卖不出两件的衣服扒拉出来 然后就是一顿彩虹体的输出 赫尔木特毕竟在人类世界待得不久 就这样被忽悠着 用两千马克币买下 不过由于他长得帅气逼人 穿上衣服再次来到任务了 小姐姐都忍不住满眼冒爱心 叫她亲爱的 可赫尔木特哪里懂这仨子啥意思 傻呼呼回答我不叫亲爱的 我叫赫尔木特 这番操作当场把小姐姐 整得满脸黑鞋 渣男都是这样拒绝女孩的 明明人家都扑过来叫亲爱的 可他却告诉人家自己叫赫尔木特 整得小姐姐一地尴尬 但这其实不能怪他 因为才来人类世界一个月的赫尔木特 哪里懂得亲爱的是什么意思 他现在只想赶紧接到 护送任务的巴登 很快雇主的管家来到任务了 看着眼前高大帅气的赫尔木特 他露出花痴一样的表情 表示小姐一定对他很满意 急吼吼带着赫尔木特回去赴免 但是在路上还是提醒赫尔木特 自家小姐是侯爵府的千金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还怕他不懂规矩 把侯府的护卫凯德里克介绍给他 让他作为参照标准 然后又把赫尔木特带去见小姐 却不想此时的小姐正在餐厅放花痴 冒着爱心不停地和那位 叫阿瑞亚的少年叽叽喳喳 根本没有看赫尔木特一眼 甚至觉得管家的到来 耽误了自己当田狗 但是男人就是这样 怎么会喜欢这种贴上来的女孩呢 阿瑞亚借口马上就要出发 要回房间收拾东西就离开了 当赫尔木特和阿瑞亚 踏尖而过的那一刻 两人都察觉出 对方身上不同寻常的气息 但由于两人是第一次见面 都没有露出其他的表情 但是舔得正上头的珍妮亚小姐 可不乐意 赶紧追上阿瑞亚的步伐 看着珍妮亚这个样子 更是因为阿瑞亚身上 不同寻常的气息 赫尔木特也对阿瑞亚产生了兴趣 他装作无意问起阿瑞亚的身体 管家却告诉他 阿瑞亚是格雷塔学校的首席 赫尔木特突然觉得很神奇 因为自己要去的就是这个学校 所以赫尔木特就这样顺利地 和这群人开启了去往巴登的旅程 但是在路上 他越看阿瑞亚越觉得奇怪 因为对方身上散发出来的光芒 他始终觉得熟悉 终于在出发后的第三天 赫尔木特突然想起之前那个大魔法师 没错 阿瑞亚身上的光芒就是魔法师的光芒 但是他具体休息的是什么魔法 赫尔木特却不得而知 而此时被赫尔木特惦记的 阿瑞亚日子却不好 因为珍妮亚小姐正像一只花孔雀 不停地向他开屏 最后还是阿瑞亚说路途遥远要休息 珍妮亚才不甘心地把嘴力啥 一路上赫尔木特也没闲着 晚上一个人职岗的时候 都会偷偷地修炼圣灵 但是总觉得上次黑暗之种苏醒后 自己的身体出现了一些变化 体内胜利的运用不太通常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 自己每次修炼 都被阿瑞亚派来的鸽子监视着 但通过动物眼看世界的法术 清晰度还是有限 所以阿瑞亚只知道赫尔木特是个比较强的傭兵 但是他身上其他信息却捕捉不到 直到一天后 阿瑞亚和赫尔木特才看清彼此的力量 因为赫尔木特杀了黑鹰团的成员 直接把这群渣子惹怒了 他们派出十几个人来追杀赫尔木特 为了不误伤这些贵族 杀手们先在车队必经之路的泉水里下了蒙汗样 导致整个贵族的人全部昏倒 而赫尔木特有异于常人的嗅觉 在第一时间就察觉出水有问题 当所有人都倒下后 他默默地把被子里的水倒掉 随着水渗入泥土 杀手们也不再隐藏纷纷现身 但看见赫尔木特没有昏倒 他们脸上的震惊底好奇更多一些 因为黑鹰团派来的杀手中为首是 之前塔里克兵团的团长和副团长 他们在逃跑后就成了光胆司令 为了活下去 干脆加入了黑鹰团 没想到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追杀赫尔木特 但是他们可没准备顾念旧情 直接拔刀就要向赫尔木特弹去 但他还没靠近赫尔木特 杀手就被一颗闪电球弹飞 只见阿瑞亚浑身带着闪电出现 还霸气地说 不想死就赶紧离开 但显然这些杀手没被眼前这个少年吓到 直接分散开始对阿瑞亚和赫尔木特进行攻击 但是赫尔木特此刻 并不想在阿瑞亚面前暴露自己的胜利 于是他且战且退直至退到森林的身处 他的这一举动让杀手认为 赫尔木特的实力不够才在躲避 直到赫尔木特将胜利全部汇聚在剑上 杀手才知道是自己亲敌了 赫尔木特的实力远在自己之上 仅仅三招 赫尔木特就已经将杀手打在地上爬不起来 但是赫尔木特却并没有杀这个手下败将 因为上一次的杀戮已经让他明白 自己绝对不能让黑暗之种有可乘之机 而阿瑞亚这边打斗显然更精彩 他发动魔法阵 将地上的石块全部化作武器砸在杀手们身上 更是发动闪电攻击 将靠近的杀手店的外交里呢 由于是在魔法阵内 那些杀手想逃都没办法 最后只得接受被阿瑞亚用法术捆在一起的命运 当赫尔木特赶回来时 阿瑞亚直接扔给他一捆绳子 让他把杀手们绑起来 带去巴登的监狱关起来 赫尔木特这才反映过来 刚刚自己有多蠢 人类世界处罚坏人的方法就是关起来 自己刚刚就应该把打败的杀手带回来 在赫尔木特忙着捆坏人的时候 阿瑞亚却突然对他发难 问他为什么刚刚没有昏倒 而赫尔木特的回答却很简单 仅仅是因为自己没喝泉水 然后反问阿瑞亚不是同样没有昏倒 阿瑞亚却说自己是魔法师 身体是可以自动进化的 这让赫尔木特想起了 笼罩在阿瑞亚身上的那一层光芒 他直言是不是这层光环的作用 这话一出可把阿瑞亚吓不清 因为不是实力很强的人 根本看不见这些 还问赫尔木特探监为什么不问自己 赫尔木特直言他不想说自己就不会问 这句话让阿瑞亚对眼前这小子 产生了不一样的感觉 15岁男孩从没上过学 笨得连自己多少岁都不清楚 却要考进巴登的第一学府 格雷塔学院学习 只因他师父曾告诉他 在这里有能够彻底改变他命运的人 当他找到师父心里提到的那个人时 对方显然比他还激动 一直询问师父达里恩的消息 得知达里恩已经去世后 库德罗表示十分遗憾 还坦言达里恩曾救过他的性命 既然他已经去世了 这份恩情就还给他的徒弟了 直言赫尔木特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 但赫尔木特却说 自己只要进入学院学习就可以 这可让库德罗表示十分头疼 自己虽然是学院的教授 但却没有直接安排学生入学的权利 想要入学必须先通过测试 测试分为文策和武策两个阶段 为了摸清赫尔木特的实力如何 库德罗先把他带进自己的练武士 测试他的武力值 试炼的标准就是把一根比腰还粗的树桩劈碎 但是武器只能用木箭 赫尔木特挥着手里的木箭 将胜利汇举 一箭劈下 木桩煞事间变成了一堆碎血 把旁边的库德罗都看傻了 不过随即他也反应过来 赫尔木特可是第一箭识达里恩的徒弟 武力值自然不能小觑 随后库德罗告诉赫尔木特 光有武力还是不够的 这个学校的入学考试还有笔试 听到这两个字赫尔木特略感陌生 因为自己长这么大认识的字 加起来都不超过一百 更别提参加考试了 而十分钟后 库德罗也见识到了赫尔木特的诈 因为给他做了同龄人的试卷 可赫尔木特做出来 六张试卷加起来都没二十分 这样的水准怎么参加考试呢 并且现在距离考试已经不足十五天 恶补狂补估计都无济于事 可赫尔木特却显得很轻松 他直言让库德罗辅导自己功课不就好 但却遭到库德罗的拒绝 因为自己是教授 是不能私下给学员补习的 如果被发现那么两人都会被取消资格 这让赫尔木特第一次充满无力感 但随后库德罗想起什么 一拍大腿说 老师不可以辅导 你可以去找学生中学习最好的辅导 他告诉赫尔木特 在格雷塔学院最优秀的学生叫阿瑞亚 并且对方还是个魔法师 如果能跟着他学习 通过考试应该不成问题 只是这个人一向比较高冷 想要让他辅导估计有些困难 但是赫尔木特却表示 自己之前和阿瑞亚有过交集 虽然算不上朋友 但至少还算熟悉 这句话让库德罗十分惊讶 但赫尔木特没管他和布鲁德罪 直接出门去找阿瑞亚办证事 但是当阿瑞亚听完赫尔木特的来意后 直接原地拒绝 扬言自己最讨厌 这种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见识 自己是不会帮他辅导功课的 但赫尔木特哪里会轻易放弃 以他对人类的认知 他们都喜欢钱财 只要钱给的够多 那么对方就一定会妥协 眼见阿瑞亚要离开 赫尔木特直接说出想法 称不会让他白帮忙 自己会给他钱作为报酬 果然阿瑞亚听见这句话停了下来 但却不是被赫尔木特的话诱惑 而是他认为赫尔木特是在侮辱自己的知识 当即就要怼回去 但是转念一想 直接开出十万马克币的天价 而且要现金 他认为赫尔木特没有那么多钱 只要拿不出来 也算是侮辱回去了 却不想赫尔木特直接同意这个条件 还说让他在这等着自己回去去 这可把阿瑞亚整得欺虎难下 直接开门逃回了教室 第二天赫尔木特带着学费如约来到阿瑞亚的教室 然后把一袋子金币塞进阿瑞亚手 这让阿瑞亚只得被迫开示给赫尔木特上课 但是上课的时候 他才知道 这么多的弯弯绕楼 所有关于三观道德的题目 他全部会完美避开正确选项 气得阿瑞亚满头黑险 不得不从人论理教开始给赫尔木特纠正 很快就到了入学考试这天 阿瑞亚破天荒地在考场等赫尔木特 直到听见赫尔木特说自己比试没问题才离开 他这么做到不全是关心赫尔木特 而是自己作为学院的首席 第一次辅导学生 如果入学考试都过不了 自己的脸可要丢到姥姥家去了 接下来就是实战考试 赫尔木特来到休息区等候 还没看清里面有多少人 就被一个公子哥拦住 对方看似友好的伸出手 要和赫尔木特认识一下 却引起了赫尔木特的警戒 因为在人类世界待久了 他也明白一个道理 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事实证明他的想法是正确的 眼前这个公子哥只是听说 赫尔木特被阿瑞亚单独辅导 认为他背后是什么了不起的家族 所以想靠近利用他 却不想赫尔木特直接告诉他 自己就是个孤儿 这让刚刚还有好的公子哥 他带来无尽的麻烦 男孩赐此得零分 却考进了世界最出名的学府 只因他在考前15天 找了学院最优秀的学生补习 但是他的这一行为 却引起了其他参考学生的极度不满 特别是得知他只是一个孤儿后 更是准备在武士的考场外开始欺负他 却不想还没动手 监考老师就阻止了这场冲突 还把格雷塔学院不能性别歧视 不能阶级歧视的校规说了一遍 公子哥虽然有气 但是却不敢得罪老师 因为五分钟后他们所有人 都会进行下一轮的武力值比试 随着监考员宣布比试规则 大家才开始正视这场战斗 因为在第二场对战中 会和真人比试 一个不小心就可能受伤 而坐在考场里的赫尔木特 此刻清晰地感知到 刚刚那群不友善的人 正像魔物一样看着自己 而他们不友善轻烈的眼光 仅仅是因为自己是个平民 虽然自己不害怕他们 但如果他们要使阴招 自己还是需要防范一下的 第一阶段的考试 是用剑批断黑檀木 但是武器必须是木剑 这也就是说 只能借助考生本身的实力 才能完成 但对于赫尔木特来说 这根本不是什么难事 之前和师傅练剑术的时候 就一直是用木剑批术的 赫尔木特将全身的念力 集中在剑上 随意一挥 木桩就被断成了两节 这一速度让兼考十年的老师 都当场实话 因为他是到目前为止 唯一一个一次就批断的学员 当赫尔木特走出考场后 刚刚出演挑衅的公子哥显然不幸 继续酸溜溜地说 赫尔木特是不是作弊了 自己一定要和考官核实一下 这也让赫尔木特十分无语 紧接着考试进入第二阶段 那就是真人对战 考试时间八分钟 在考试期间 考生们一对一的对战 考官们会在旁边全程监督 但是录取标准不是录取胜利准 所以只要求考生展示剑术 并不是要击败对方 此话一出 所有考生都有点摸不着头脑了 那录取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 自己又该怎么表现 但赫尔木特却一点也不慌 因为他有信心自己 平民肯定没接受过什么正规训练 如果和他对战 那被录取不是分分钟的事 公子哥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 最终激怒了赫尔木特 他挺直腰杆靠近公子哥 却被公子哥嘲笑是没有家族撑腰的弱鸡 也是 在人类社会 似乎衡量一个人强不强大 不仅仅要看自身的实力 还要看你背后的家族地位如何 赫尔木特虽然很想现在撕了这哥们 但转念一想自己 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考进学院 再加上公子哥身边的人 劝诫公子哥不要声势 两人这一触即发的战斗才没开始 很快第二场考试就开始了 作为第一个进考场的赫尔木特 对战的是一个叫伊丹的男孩 但同样 这个男孩刚刚听说赫尔木特是平民后 从心里觉得他只是一个 没有受过系统训练的忙碌 能通过第一阶段考试 完全凭的是蛮力和运气 却不想在自己发出第一击的时候 赫尔木特就完美堵胎 然后运用剑气把他直接击倒在地 这可把监考官吓坏了 赶紧挡在赫尔木特和伊丹的中间 让赫尔木特停止攻击 但是考试规定是八分钟内 观察考生的剑术实力 这才一分钟 完全看不出什么 于是考官让两人继续对战 但是却给他们提出了意见 赫尔木特的剑术杀气太重 出手就要置对方于死地 伊丹刚刚明显因为轻敌没有使出权力 所以考官建议赫尔木特 不要想着如何击败对方 而是想着如何教对方练习剑术 这样他展现出来的招式会完全不同 赫尔木特听完这些话 想起自己的师父达里恩 当初教自己的场景 瞬间明白是什么意思 一旦听完建议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他向赫尔木特道歉 并真诚地表示 接下来的笔试他会用尽全力